男人被绑在床上,他的妻子拿着刀问出三个夺命问题,我喜欢什么颜色,你到底爱不爱我?一旦回答错误,就会被千刀万剐,男人彻底地慌了,他究竟干了什么才会将娇妻逼到这种地步? 小美的出身并不差,可他的老妈虚荣至极,不在乎小美的感受,执意帮他和老王牵上线,老王是香港有名的富豪,一举一动都会登上娱乐版头条,两天换三个女朋友也是常有的事情,他之所以答应会娶小美为妻子,也是因为家里缺少一只金丝雀。 话剧结束后,老王将小美送回家,还送给她一颗鸽子蛋大小的钻戒,不仅如此,还往她的宠物之家转了三十万,这些钱足够买一个香吻了吧,可小美拒绝了,理由是司机阿昌还在这里,她会不好意思,如果是一般女人早就沦陷了,可小美没有。 老王没有得到满足,只好先将小美送到家门口,独自去消遣一番。 小美和老王告别后,突然被保安吓了一跳,她手里拿着一封寄给小美的信件,还非常严肃地恭喜她。 小美看到信上的署名后,拨通了一串号码,可对面迟迟没有人回应。 她在电梯里犹豫不决,没有选择回家,而是去地下室开车,这一幕都被保安在监控室里看得一清二楚。 天上突然下起了大雨,能够让小美冒着雨寻找的人,想必一定很重要。 她来到一处房前,里面亮着灯和大门却紧闭。 过了许久,她才看到熟悉的身影,阿哲,她是小美真正爱的男人。 当她准备听从母亲的安排嫁给老王时,将狗场的钥匙交给了她,希望她可以帮自己照顾狗狗们,可她却把钥匙还了过来。 阿哲除了对不起,什么也说不出口。 她知道小美下个月就要结婚,可她却没有勇气表白将小美留下来,她没办法和老王对抗。 一旦惹到她,他们两家都不会有好果子吃。 看到她是如此软弱的人,小美转身离开,可阿哲却后悔了。 转眼的功夫,屋里就上演了一场桃色大戏,今晚的小美异常地主动。 可阿哲在关键时刻掉链子了,原来小美还是位黄花大闺女,她不想让她后悔。 小美打了她一巴掌,心里苦涩不已。 她高估了阿哲的勇敢,也低估了自己对她的爱。 临走前,阿哲依旧将狗场的钥匙递了过去。 小美变得失魂落魄,有什么比被心爱之人拒绝还更难受的事情呢? 回去的路上,她的心和天空一样阴郁。 奇怪的是,前面的路被各种东西挡着,明明来的时候还好好的。 小美只好下去清理,可就在这时,身后突然冒出一位黑衣人。 她捂住小美口鼻,很快将人抿晕过去。 这个美女被人扒得金光绑在床上。 她恍惚看见,黑衣人将她的衣服全部清理干净,装进黑袋子里。 有点毁尸灭迹的感觉,一瞬间,羞辱感和恐惧感涌上心头。 她拼命地呼喊求救,可根本不会有人理她。 因为这里是荒郊野外,除了黑衣人,再无他人。 也许是嫌她的求救声过于过躁。 黑衣人听起了音乐,随着小美的叫喊声,音乐变得跌宕起伏。 黑衣人深深地沉迷其中。 她打开小窗户,看着小美可怜巴巴的眼神,缓缓熄灭灯,带着刀具走了进去。 小美被吓得浑身发抖,可黑衣人并没有伤害她,而是割断绑在她身上的绳子。 小美赶紧抱紧身体,透过小窗户看到了黑衣人的眉眼。 她感到一股莫名的熟悉感,可就是想不起来是谁。 她在角落里发现了阿哲寄给自己的信封,那段初时的回忆也涌上了心头。 第一次见面是在狗场,阿哲想把宠物狗寄养在这里。 一来二去,他们熟悉了彼此,也产生了感情。 可阿哲像是隐藏着心事,一直不主动表白,小美等着等着,却等到了母亲的撮合。 而现在,她被困荒郊野外,只要想到阿哲,她就会燃起活下去的希望。 这时,黑衣人又走了过来,小美被吓得瑟瑟发抖。 黑衣人一言不发吃了豆腐后,又快速离开。 小美开始怀疑黑衣人是司机阿昌,因为她之前说过一句很奇怪的话。 黑衣人又放弃了音乐,悲伤的音调与黄眼的刀刃,显得格格不入。 她的内心似乎隐藏着什么大悲大痛的事情。 她缓缓靠近小美,手里端着饭菜,小美试探性地喊了一声阿昌。 黑衣人愣了一下,快速离开了房间。 小美发现房间里的门是泡沫做成的,她用钥匙一点点地挖空,摸到了外面的电线。 她用力拉扯,音乐突然停了。 大事不妙,她的行为暴露了,她赶紧将钥匙当成武器,准备偷袭黑衣人。 可她一个弱女子怎么会是男人的对手? 黑衣人再次捂住她的口鼻,小美逐渐安静下来。 再次醒来后,她居然衣着完整地坐在车里,还停在小区不远处。 当她惊魂未定时,保安突然出现狂拍车窗,询问她发生了什么事,需不需要帮助。 经历过昨晚,小美谁也不相信了。 第一时间回到家里检查身体,她最害怕的事情还是发生了。 身上有明显被侵略的痕迹,她一遍遍地搓起身体,她的母亲突然推门而入,手里还拿着一件价值不菲的婚纱。 她没有发现女儿的异样,全身心扑在婚礼上。 如果她年轻时能够穿上这件婚纱,一定能够登上娱乐版头条。 小美冷笑一声,既然你这么喜欢,那你就自己穿上吧。 与此同时,老王还在夜店狂欢,身边搓拥着各种各样的美女,其中以为不满她要和别人结婚。 老王非常大方地拿出一枚钻戒,家花哪有野花香啊? 女人瞬间笑了出来,可阿昌却不爽了,原来她和老王的关系非同寻可。 然而,老王却说那晚只是随便玩玩,不要当真。 为了保险起见,小美还是去医院拿了药,然后坐车来到了警局门口。 当她犹豫不决的时候,突然出现幻觉,看到一身红衣的自己在冲她招手,眼里还流着鲜血。 小美被吓得瘫倒在地,她害怕事情暴露会影响到两家人的名誉。 所以,她选择了一种最愚蠢的办法,将事情隐瞒下去,装作没事人一样和老王结婚。 可万万没想到,在结婚当天,老王却收到了匿名短信,里面是小美全落的照片,几乎是刹那间。 小美觉得心脏漏了一拍。 知道事情的缘由后,老王不仅没有心疼她,还怪罪她婚礼当天就给自己戴绿帽子。 她娶小美也是因为涂她身子干净,可现在什么也没有了。 小美主动提出离婚,老王却不愿意了。 今天,报纸上刊登她结婚,明天就报道她离婚,她岂不是很没有面子。 老王终于露出禽兽的模样,在外人魔狗样地向大家敬酒,回家却对小美使用暴力,还将她的衣服全都扔出来,让她去睡保姆房,不要弄脏她的房间。 小美没有选择反抗,一而再再而三地忍耐,导致她无法睡着离不开药物。 这天晚上,她突然做了一个噩梦,梦到是老王囚禁的她,将她摆在桌子上,涌入一只待宰的羔羊。 幸好只是一场噩梦,可真正的噩梦也在悄悄地到来。 她收到一条音频,点开之后,她居然听到了黑衣人经常放的音乐。 一瞬间,那碗令人恐慌的回忆再次涌入心头。 小美依旧没有选择报警,而是寻找自认为可靠的阿哲,想让她保护自己。 在她的开导下,小美逐渐明白自己的心意,如果明知道事情是错的,就不应该继续下去。 和阿哲见面后,很多事情都变得清晰了,她不爱老王,会尽快从她身边离开。 但小美很担心,到时候,阿哲会不会让她一个人来面对一切。 阿哲看向她的眼神非常复杂,她没有明确地回答,只是将小美拥入怀中。 回到家后,小美发现老王居然将外边的女人带回了家,她不在意。 反正这场婚姻里没有爱情,她提出了离婚,老王却担心颜面尽失,没有答应。 当天晚上,小美又收到了黑衣人的消息。 小美不明白这句话的意思,黑衣人主动提出要不要合作,一起报复老王。 她知道,老王一直在底下走色黄金,只要拿到她的手机就能找到证据。 小美有点害怕,拨通了阿哲的电话,可盯到她围了一声后,又瞬间挂断。 她鼓起勇气,答应了黑衣人。 趁老王睡着后,偷偷拿到了手机,可老王睡觉特别轻。 小美刚解开密码,将自己的照片删除,她就醒了过来。 情急之下,小美拿着刀具护身,她将所有的一切都怪罪在老王身上。 该受报应的人是她,如果不是她,那晚的噩梦就不会发生。 小美越说越激动,还将她走色黄金的事情说了出来。 老王瞬间警惕起来,当她踩路的人都得死。 她一个箭步冲上去,抢走刀,又用水管勒住小美的脖子。 眼看她就要窒息,阿哲突然出现,砸晕了老王。 她接到小美的电话,担心她出事就赶了过来。 没想到,还真的救了她一命。 阿哲提出报警,可小美已经走火入魔。 是老王把她害成这个样子的,她一定要报仇。 还询问阿哲愿不愿意帮助自己。 小美的情绪越来越激烈,她捡起刀非要让老王拿命来偿还。 阿哲让她冷静下来,一起将老王运到她家里。 小美想找东西绑住她,却意外在抽屉里发现曾经捆绑自己的绳子,还有那把刀具。 她的脑子变得混乱,难道是她深爱的阿哲玷污了她? 原来,阿哲接近她是为了报仇。 她之前谎称妻子患上了产后抑郁症,经常将孩子扔在一旁不管不顾。 有天,她主动给孩子喂奶,让阿哲帮她把毛巾打湿。 可当她回来后,妻子已经跳楼自杀。 事实并不是这样,阿哲的妻子,文文去世的原因也没有这么简单。 文文之前是老王公司的会计,她知道老王走色黄金,迟迟不敢告发。 可老王却干了一件禽兽不如的事情,她玷污了文文。 事后,文文和小美一样做了一件错事,为了名誉没有选择报警,也害怕被老王报复。 在这之后,文文变得害怕外人,不敢一个人出去。 她的肚子一天天大了起来,却从来没有提及过孩子的父亲。 阿哲也不在意,只要和文文的生活能够过得去,她就愿意接纳这个孩子。 可文文却有了自杀的想法,孩子出生后,她的抑郁症越来越严重,最终还是走上了不归路。 听到这儿,小美再也无法忍耐,文文被老王欺负,为什么被报复的人却是她? 原来,阿哲以为老王深爱着小美,也以为她会报警,这样最起码会让老王在全世界面前抬不起头。 可万万没想到,小美没有报警,老王也不爱她,根本没有受到半点伤害。 而在这个过程中,阿哲发现自己居然爱上了小美,小美哭得泣不成声,阿哲向她承诺,报复完老王后,他们就开始新的生活。 没想到,小美还真的原谅了她,并和她一起将老王搬到了曾经关押自己的地方。 这个女人太狠心了,联合男朋友将新婚丈夫绑在床上,还拿着刀威胁她,想要离开这里就得回答三个问题,回答错误就得受到惩罚。 小美说到做到,第一刀划伤她的脖子,第二刀直接割掉耳朵,没想到事已至此,老王依旧威胁她。 我的人脉很广,小心地报应,小美将刀递给阿哲,该轮到她了,阿哲给了老王致命一击。 事后,两人清理掉血迹,美美地躺在床上,阿哲递给小美一杯水,喝了之后就可以安稳地睡一觉了。 可小美如何也想不到,水里被下了药,阿哲还帮她伪造了一场杀夫的惨案。 隔天,美女去找老王时,却发现她倒在血泊中,而小美昏倒在沙发上,桌子上还放着凶器和安眠药。 任谁看,都是她杀了老王后又吞药自尽。 警方很快赶来,他们将小美送往医院,虽然已经锁定小美是行凶者,但是,警方还是在现场发现了第三个人的踪迹,直到现在才真相大白。 阿哲并不是阿哲,而是文文的哥哥阿贤,他们三人从小相识。 长大后,阿哲和文文结了婚,可不久后,就发生了不幸的事。 真正的阿哲在文文去世后两个月,实在没有办法独自生活在世间,也随着文文去了。 而阿贤,顶替阿哲的名字,为他们一家人报了仇。 尽管她非常严谨地伪装了作案现场,可还是被警方发现了蛛丝马迹,她终究要接受法律的制裁。 一周后,小美醒了过来,她也同样被送上法庭。 《凶手还未睡》上映于2016年,整部剧看下来,只想说永远不要以貌欺人。 脸上有恐怖疤痕的保安,实际上是个好人。 而长相老实的阿贤,却意外心狠手辣。 俗话说,一步错步步错。 小美错在不该向母亲屈服,嫁给一个不爱的人,是这段婚姻将她一步步推向了深渊。 如果她当初选择报警,一切都还来得及。